一个戏子不请自来 无非是坐监放客 你卸个我喷人 戏子 戏子 怎么就一定是坐监放客 请问 商老板商戏蕊是住在这儿吗 商老板 住在这儿了 二奶奶 商老板到了 商老板 见过二奶奶 好啊 还记得我是谁啊 那天在战晚城 您没看完就起堂了 还没来得及当那儿献您的赏 等改天呀 有了好戏 我叫人给您送票了 什么样的好戏呀 商老板真的要唱王婆了 丑婆的戏我没唱过 怕活刺了漏了气 二奶奶既然爱听 等风香那天 我单独给您串一说 你不用在那儿跟我装傻充愣 我问你 你们水云楼是不是有个小戏子 叫腊月红啊 是有这么个人 走 二奶奶 您这是 人道商老板这水云楼 卧虎藏龙 我看其实是藏污纳垢 除了个这样的偷鸡摸狗的戏子 光天化日猫在我家后花园 还来攀仇我们家大小姐 她究竟是想偷东西呀 还是想拐人哪 如果不是看她年纪小 早就送到警察局 告她们一个私闯民宅 盘主 我没有偷东西 那你成家干什么 我上次 湘老板 带回家慢慢审细细地问 不甘不敬地下见胚子 还有脸说我没脸听 二奶奶 您总得让我当面罗对面鼓的 问清楚吧 用得着问吗 一个戏子不请自来 无非是坐监犯科 你炫狗喷人 别动 二奶奶 戏子 怎么就一定是坐监犯科 听听 真是个有脾气的 难怪当年在平阳 她把我平嫂子欺负成那样 北平黎元航 最出名的那几个 侯玉葵 为了两口鸦片烟 上卖家产 下卖儿女 将十八岁的闺女 嫁给六十八岁的做小老婆 不是人干的事 命九郎呢 就是个为奴为婢的命 前脚撵出紫禁城 后脚就进了齐王府 接着当奴才 还有你爹 你爹叫 叫什么来着 回二奶奶 叫商菊珍 早年在关外跑过码头 后来还应过咱们堂会呢 商菊珍 戏都没唱 进门就磕头 跪在丫头面前 就叫太太 把人给扫的 出了名的戏头子 正是须言复试 见钱眼开的主 上梁不正下梁歪 交出来的小戏子 不是贼是什么 做贼还是轻的呢 长大了保不齐杀人放红 带着你们家的贼骨头 马这儿的走吧 您请回吧 商老板 二奶说差了 侯一窥侯老板抽烟 那不是为了图乐子 只剩有病 宁九郎 受皇家俸禄 顾念旧恩 不忘旧主 那我们就成了 虚愿复试了呢 我可看不了这儿呢 班主 班主 差不多行了 赖月红知道错了 行啊 班主 说 无缘无故跑到车找什么会计 我哪有找什么会计啊 我啥都没干 我就站在那儿 跟丞家小姐说了会儿话 跑到后花园说话 臭不要脸 你跟丞家小姐有什么不好说 所以你跟丞二爷说话 我就不能跟丞家小姐说说话嘛 我就打 赖月 你还嫌打得不够吧你 班主 班主 好 怎么了这是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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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进胡同口 就听见院子里边哭爹喊娘的 来了正好 快 小子有嘴硬 拖回王娘娘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快点 快快快 快快 快快кую 干吗呀这是 程二爷 以后每个月 我给您交一次账 您就坐家里的官官等着数钱就成 平时还请贵族莫踏见地 我开罪不起才是奶奶 沈老板 二爷 班主的话已经够清楚了 还是请您赶紧走吧 小莱姑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也还给您 回去 您问一问您家那位 伶牙丽齿的二奶奶吧 这个唱戏的 我给他吃美国饼干 他给我吃闭门羹 这花还是你带着好看 好看有什么用啊 也没有人夕阳看 我看呀 我看不够呢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好啊 不说戏子不戏子的 张细蕊怎么样欺负蒋梦平 你亲眼看到的 就凭这一条啊 你还帮着他开戏院 我开戏院不光是为了张细蕊 我觉得惊喜是个好东西 我想做一件好事 好事 好人才配有好事 张细蕊算个好人吗 满肚子的阴谋算计 暗地里派男戏子上门 勾搭你妹妹啊 你还在那儿做梦呢 谁 勾搭茶茶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戏班子里头 算计哥哥还不够 还派人上门来算计妹妹 伤戏蕊这是打定主意 要霍霍咱们成家 你就是讨小老婆 也不能讨戏子 你怎么就不嫌脏呢